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蛋壳里边向外打亮着这个世界 眼神还有些许好奇 或许是看其他的小鸡怎么样吃米 或者是在找自己的妈妈 反正是活灵活现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竟是一块石头 是一块天然的玛瑙石 这块石料呢 它就来自阴山脚下的巴颜闹尔 发现这块石头的过程颇有些传奇色彩 这说起来话长了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 有几个人在巴颜闹尔的沙漠当中 不幸的遭遇沙暴 我只见狂风打坐 飞沙走时漫天的黄沙呀 天都黑了 几个人在沙暴当中走了 没多久就迷失方向了 大家只好扯起帐篷 就地休息 第二天啊 一个叫张静的 醒得早 他想到帐篷外边去找找回家的路 谁知道刚一出这帐篷门 咣当一声 这张静啊 就被一块石头给绊了一大跟头 你说说 遭遇沙暴 被困沙漠 这已经够倒霉的了 这大早上起来的 又让石头给绊个跟头 张静十分的懊恼 照着这石头就是一脚啊 就这一脚不要紧 踢出了一块亮晶晶的石头 张静这么一看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啊 你看这么漂亮 当然了 张静踢的可不是我拿的这块石头 张静在定睛仔细一看 哎呀 发现这地面上啊 铺满了晶莹剔透 五彩斑斓的石头 犹如宝石铺就的地毯 十分惊艳 张静心中一阵惊喜啊 难道我们已经来到了传说中的玛瑙湖不成吗 玛瑙湖 位于内蒙古巴雁纳尔市乌拉特后期西北部的沙漠腹地 核心面积有六平方千米 当地牧民说 玛瑙湖不仅有玛瑙石 还有蛋白玉 风铃石 戈壁石 水晶石 等多种奇石 这些是上天自于草原的礼物 有神灵护佑 贸然进入者会遭受惩罚 葬身沙漠 因此 在很多牧民心中 玛瑙湖是不能冒犯的圣物 玛瑙湖真的是玛瑙铺地吗 玛瑙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地理中国栏目组跟随有关专家 前往玛瑙湖实地考察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距离巴雁纳尔市区 五十千米的乌拉特后期 刚一进入乌拉特草原 就听见远远传来 骏马思铭和轩闹声 向导告诉我们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纳达木大会 方圆数百里的牧民都来参加 其中一定有去过玛瑙湖的牧民 这是草原上特有的博客比赛 博客意为 空不破 摔不烂 持久永恒 选手在比赛中通过扑 拉 摔 半等技巧 取得胜利 那能抓什么呢 抓手 腰以上的都可以抓 腰以上都可以抓 对 主要是用这个手来摔 你能叫我一个吗 对 比如说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对对对 最常用的姿势 慢点 这个手是吧 嗯 好 来 我是 就是两个手抓这个手 然后是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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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的体和相差太大了 我肯定摔不过你 博客比赛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清朝时期草原上最盛行的就是这种比赛 博客和其他的摔跤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比赛没有级别的区分 也就是说高矮胖瘦都是一个级别 一交定输赢 为什么不分级别呢 这和蒙古族百姓生活的环境应该说是密切相关 最初牧民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的牛羊 他们需要和各种野兽搏斗 在草原山林里遭遇什么样的野兽 那是无法预料的 碰到什么野兽都要和他生死一搏 后来呢 这个博客成为了纳达木的娱乐项目 由生死一搏改成了以这个双肩着地来判断输赢 现在啊又变了 只要是膝关节以上着地这就算输了 哎 这叫什么呢 这叫点到为止 不仅博客在纳达木大会上啊 另外两个项目 那赛马还有射箭也都来自于蒙古族牧民的生活 据说啊 纳达木最开始就和石头有关 那么这里所说的与纳达木有关的石头和玛瑙湖的石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公元1206年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 他召集所有部落的首领和族人聚集在草原 祈祷风调与顺 最初的集会主要是祭祀敖包 后来增加了赛马 摔跤和射箭等内 纳达木逐渐成为草原牧民的不定体制 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 找到一位曾经进入玛瑙湖的蒙古族老人 郑陶高 郑老师这个蒙古族啊 都是能歌善舞 来之前我就知道有一首歌 这个影片说传唱度很高 红艳 我不知道您 我这要求不知道过不过分啊 李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唱了一个 唱了一段 这红艳就是我们乌拉特草原的民歌 就是咱们这乌拉特草原 我们这家与户晓 男女老少都会唱 而且今天你们我们中贵的客人 我的好朋友 老朋友来了 当然我给现实这首歌曲啊 来 满大把马头筋拿上 我给你唱 好好唱 小伙子能拉马头筋 行 还行 许多民族歌曲啊 都包含着对自然的敬畏 考察组呢 也试图从歌声当中寻找现实 老人的歌声能让我们听出草原的广袤 甚至感受到茫茫草原的一望无尽 这和江南民歌的温婉柔美可谓是天壤之别呀 说到蒙古族民歌 您就不能不提到这敖包相会 不过在这儿啊 我想考考大家 您知道这个敖包相会当中说的那个敖包是什么吗 有人说是蒙古包 有人说是寺庙 都不对 敖包究竟是什么 您往下看就知道了 敖包是蒙语 意思是石头堆 在草原上最初用来做疆界和路标 后来逐步演变成既山神路神和祈祷丰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 敖包大多堆住于山顶丘陵之上 一般称圆形 有的形似风火台 有的形似圆锥 顶端插有柳条哈达等 有单个也有十几个围在一起的敖包群 人们每逢外出远行 凡路经有敖包的地方 都要下马向敖包祈祷平安 这个敖包文化呀 他最主要是把这个石头呢 作为一种蒙古人最崇拜的东西 我们蒙古人呢 走这个叫做远路 出远路 他的父母亲 或者他奶奶爷爷拿块石头来 是家乡的石头 要干什么呢 要给他的孩子 你把这个石头拿上去 啥也不说 出远门的时候 出远门给你说 你就拿这块是家乡的石头 会保佑你 老人告诉考察队员 因为对敖包和石头的崇敬 他们认为 马脑壶的彩色石头 是上苍恩赐草原的礼物 马脑壶就是一个圣物 得知考察组是为了探寻马脑壶的成因 老人决定带我们前往马脑 据说马脑这两个字啊 开始可不是这么写 应该是马脑 为什么呢 据说这也和蒙古族这个民族有关 古代蒙古族人呢 看到马脑的颜色和美丽的花纹 很像马的脑子 所以呢 就以为它是由马的脑子变成的石头 所以叫它马脑 后来呢 演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马脑 三国时期的曹丕啊 曾在马脑勒夫当中描述 最初啊 马脑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 成为了王公贵族的配饰 后来在很多地方发现了马脑矿 马脑就不那么稀奇了 但是在六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到处都是马脑的 这个景象却是十分罕见 这马脑湖真的会有那么多马脑吗 而且在戈壁沙漠当中 怎么会有湖泊呢 靠察队在向导的带领下 驱车前往马脑湖 马脑湖位于乌拉特后期的 巴音戈壁苏木的西北部沙漠中 向导说 马脑湖地处沙漠腹地 没有道路 沿途可能遇到各种困难 尽管他去过马脑湖 但是这一次能否找到马脑湖 他也无法保证 一个多小时后 靠察阻渐渐进入戈壁沙漠 雄浑 静木 荒凉 大自然在这里似乎只有黄色 仿佛汹涌的波涛 排空的怒浪都凝固在这里 静止不动了 沙漠也给考察队来了一个下马飞 有经验的司机携带了补胎设备 很快修好了轮胎 但是司机告诉我们 这种补胎计仅仅是应急措施 马脑湖的考察必须在天黑前结束 如若不然 马脑湖没有无线信号 科考组没有预寒设备 很可能被困马脑湖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行进 考察组来到一片坑挖不平的戈壁 车辆无法进入 考察组只好徒步行进 当时我们这已经走了三四个小时了 前面那个是吗 是 感觉有点像那个毒水 那应该不远了 不远了 让开解了 即将抵达传说中的马脑湖 队员们十分兴奋 脚步也不由得加快 不一会儿向导说 马脑湖到了 考察队员放眼望去 只见在戈壁之上 遍布浅黄淡红 大者如泉 小者似豆 晶莹透亮 光彩夺目的马脑石头 在夕阳的映照下 更加色彩艳丽 我就看您对这个马脑湖 这个特别有感情啊 这么远就能看到 对 而且这个马脑湖 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昌天 老铁爷就赐给我们 蒙古族也好 这个我们这儿 在做东京族的 最珍贵的礼物 向导告诉我们说 这已经进入 马脑湖的核心区了 刚才我们在远处看的 应该还说有那种 波光淋淋的那种湖的感觉 但是我们来了这儿之后 发现一片干涸 没有一滴水 这究竟为什么呢 马脑湖没有水 这是马脑湖吗 水在哪里呢 八言闹耳的意思啊 就是富饶的湖泊 在这个地区呢 大大小小的湖泊 有三百多个 考察组呢 在沿途的确见到了很多 可是马脑湖 怎么会这么特殊呢 这个湖 怎么一滴水都没有呢 没有水 那咱们就看看地上这些石头吧 你看啊 这石头这么多 你想这个 这种马脑石 你看表面光滑圆润 专家说了 就像这种光滑的程度啊 人工都很难打磨出来 这应该是 长期的流水充实的结果 对了 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起了 我们节目曾经介绍过的 新疆闹毛湖的葡萄干马脑 闹毛湖的马脑啊 表面可不是这样 那是皱皱巴巴 坑坑洼洼 就像葡萄干一样 这些壮如干瘪葡萄的马脑 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 闹毛湖 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北部 一片宽约50千米 长约400千米的戈壁滩 葡萄干马脑 就混杂在戈壁的沙石中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颗粒小 形状滚然 表面凹凸不平 和晒干的葡萄干 十分相似 闹毛湖所在的戈壁滩 气候极度干旱 就像新鲜的水果 在干燥环境中 表皮会脱水 干瘪一样 原本十分光滑的马脑 在戈壁滩上经历强烈的阳光曝晒后 烟石中少量的水分蒸发殆尽 表皮逐渐萎缩 最终出现满是褶皱的形态特征 而马脑壶出产的马脑 外表光滑圆润 明显有水膜的痕迹 专家推测 马脑壶原本应该有水 可水源究竟在哪呢 针对多个地点进行现场考证之后 队员并没有发现 河床和冲钩等水流迹下 我们现在可能是没水了 但是在白俄基的晚期 应该是有水的 它应该是一个湖泊 我们过来 应该是现在成见了 有白俄基晚期的一些泥液和燕液 这个是湖泊项典型的沉寂物 过去是有水的 一据沉寂物 阳光推测 一亿年前 这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湖泊 当时这一地区 也形成了丰富的地下矿藏 斗转星移 由于气候变迁 干旱少雨 湖水干涸 现在人们之所以还把这里称为湖 或许是因为这里 遍布晶莹剔透的马脑 远远观望 犹如波光淋漓的湖水 所以起名马脑湖 要说马脑石并不稀奇 像云南 辽宁 四川 很多地方都有马脑 但是像马脑湖 这么大面积的马脑滩 却是十分的少见 更为神奇的是 这里的马脑石虽然多 但却只在地面 再往下地表以下就没有了 我们知道一般的马脑都是火山喷发过程当中形成的 大部分都埋藏在地下 而马脑湖的马脑怎么会都平铺在地面上呢 陶高说了 说这些马脑这是上仓馈赠给草原的礼物 是从天上洒下来的 所以铺满了地面 这种说法呢 应该说这是草原牧民们的美好想象 而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万年前 由于地效运动火山爆发 炬热的玄武岩浆迅速地冲出地面 预冷形成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的气泡 岩浆形成岩石后 气泡则形成空洞 二氧化硅受压力的影响 顺岩石裂系填满空洞 随着岩浆的冷却 形成二氧化硅晶体 经几亿年的沉淀 给予含铁蒙等矿物质的综合反应 就形成五颜六色的马脑 你看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挺好看 这个颜色挺好看 有黄的 白的 对 青色的 青色的 这个就是完全 这个颜色完全充满洞 你看还有孔性 如果在年代世界再长 他就把这个鞋就充满了 这个颜色就更好看了 专家进一步介绍 有马脑石的地方 必定有火山存在 可考察组途中 并没有发现火山的遗迹 难道 这些马脑 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过来的 这神秘的搬运工 又是谁呢 这些都是脚铃 这些都是脚铃 你看这个脚铃 就是这个 它都是静地表的 它还有一些气口 因为它是静地表的 非常靠近地表 它还有一些气口 有一些脚铃 那这个就应该是一个火山的证据 对 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之后 考察组发现一个火山口的遗迹 一个塌陷的火山口 这说明在远古时期 这里曾经发生过火山喷发 地质专家介绍 在马脑湖的西北方向 有一座半圆形的山 山上也有火山烤 一万年前 火山喷发带出马脑矿石 矿石散落在周围 由于乌拉特地区 主要是西北风 这些矿石 被强烈的西北风裹挟着 吹落到山的东南方向 火山一次次喷发 马脑石一次次 被西北风吹向东南 在搬运过程中 矿石被封杀不断地磨石 渐渐形成千级百态 精英剔透的沙漠马脑 成就了在北草原 迷人的自然奇观 马脑湖 经过一番考证 马脑湖的成因 终于得以破解 涛高老人说了 说马脑湖 这是上苍恩赐给草原的礼物 生活在草原沙漠的牧民 也如同这些石头 历经风霜 坚忍顽强 或许正是对于石头的崇拜 让这片罕见的马脑湖 至今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事实上 要造就马脑湖这样的大漠奇观 需要几千万 甚至数亿年 所以说它是大自然 馈赠给我们人类 不可多得的珍贵礼物 这不仅仅是因为 马脑石的珍贵 还因为这色彩斑斓的 马脑湖 它是地球历史的 真实见证和宝贵样本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